大家好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课程 那我是庄玉清律师 那我是陈向宇律师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主要是针对产品责任的部分 从ESG的角度 我们在产品责任的部分 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做风险管理 那么所以在今天这个部分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在汇整一下 我们对于ESG的理解 然后去探讨一下 它跟这个产品责任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今天的大纲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会先想要简单的 跟大家去探讨一下 就是说产品责任跟ESG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在我们讨论完这个主题之后 我们会针对我们平常从产品责任的角度 产品生命周期 然后一直到产业多元的这个状况 以及我们现实上面的这个规范跟实物 跟大家探讨 那么最后我们会讨论一下 就是常见的消费争端 还有退出市场要考量的事情 最后我们再针对前面 整个产品周期里面 会了解到的一些法规的规范实物的问题之后 再来探讨说 我们从ESG的角度 要怎么样在产品责任这边去做实践 那这大概是我们今天会讨论的一些主题 第一个大部分呢 其实我们是要来讨论一下 产品责任跟ESG的关系 那么我们这边会分三个部分 一个是ESG它的关注焦点 然后再来是产品责任的关注焦点 最后去讨论一下它们之间的关联 那么首先是在ESG的部分 那么它是环境社会跟公司治理 像这样子的概念 那么它也是新进的这个评估企业的 一些重要的指标 就是关于说 我们对于企业 它对于整个社会乃至于全球的这个永续 它是不是有它的贡献 然后它对于它的社会责任 是不是也有它去做它该进的 这些相关的责任跟义务 然后最后它们在公司治理上面 是不是有去威化相关的这些实践 那么我相信大家在之前的课程 可能也已经知道说 我们台湾的主管机关 有一些相关的政策 去落实说相关这个企业的永续 还有企业的ESG资讯这些揭露 那么都会是为了这个我们评估企业它是不是有一个全方位的发展的时候的重要的指标 那么实实上我除了这个ESG以外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去吸收到一些其他类似的概念 像是近几年的这个CSR ESG跟SDG 那么我自己在理解这些概念的时候 我的理解方式大概是CSR它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 然后它是去探讨整个企业它永续经营的这个大目标 那么ESG它的我们从环境 然后从社会以及从公司治理这几个角度 去看说有哪些指标 是我们可以去实践这个CSR这个大的目标 那么最后SDG就是它会把一些系的项目去分别可以拿来去检讨 就是说或者是说去拿来评估是不是有去达到ESG然后的这些指标 那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 那我也有附上就是我在网路上所找到的一些参考的资料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在ESG里面的系项目里面 他们有一些是可以归类在环境 有一些可以归类在社会 有一些可以归类在这个公司治理的部分 然后有用这些项目来去评估说是不是都有符合相关的指标 那么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我们其实我有看到一个比较细的相关的也是一样 针对这三个方向去做的这些指标的探讨 那么从这些指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跟产品责任的部分是有一些关注点的 例如从这个环境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原物料的这个部分 它的采购其实就可以从环境的部分去关注 说在整个产品流程里面 我们的原物料是怎么样的去采取它 那么再来就是在社会的部分 其实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说第二栏的下面 它就是针对产品责任的部分 在社会责任的部分他们是怎么样的去体现 包含就是那个产品的安全跟品质 然后如果有一些化学品的话 它的安全性 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就是要去确保说 相关的这个我们人口的健康 那这个都是我们在产品责任的这个项目下面 可以去看到说在ESG里面 它跟它可以连接跟关注的点 那再来是第三个这个social opportunities的地方 一样就是像是当企业在进行相关的经营的时候 针对产品的部分 有时候无论是针对前阶段使用的沟通 或者是说针对后阶段如果有产生任何争端 或者是说有一些需要支援产品的使用者的这些情况 可能也都会有一些沟通途径是需要去确保的 然后乃至于就是如果是医药产品等等的 它可能还有一些要确保说相关需求的这个受众 它是可以能够接近或是进取 接取到这个相关的服务 包含无论是营养品啊或者是医药产品等等 最后是在相关的产业里面 其实他们的营业的伦理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会体现在公司自理的部分 所以说从ESG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这些关注的焦点 其实它非常多元 然后在很多面向上面也都可以跟我们的产品责任 会可以有它的关联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呢其实就针对细部的部分会再做说明 那只是大家从这个关注焦点其实可以看到 我相信大家可以跟就是这几天的课程都可以做到连结 因为像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关于产品责任 但是大家从这样的一个细项的分类 其实包含我们之前已经有讨论过的废弃物啊 然后或者乃至于之后的课程会有一些反垄断啊 等等的这些主题大家都可以在这边的这个指标去看到它们不同的观察点 那其实我自己是也非常喜欢这个这个表格 因为我觉得它的它在各种不同的主题上面的这个会整是很多元的 然后也很容易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它整体的面向 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就是产品责任的关注焦点的部分 那么产品责任这个后面我们会有一个更详细的说明 但基本上我们在讨论产品的这个生命周期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它上市之前的研发开发 那上市期间的维护到之后到它退出市场 那么这个从我们法律的观点来说的话 其实在它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法律上面的需求 那么包含品质啊许可啊标示啊或者是如何制造啊如何行销啊 其实在我们的法规都有一些基本的规定 那除了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例说商品标示法 它针对标示是所有的产品都要符合的规定之外 针对不同细节的产品 那么我们也有个别不同的规定 像是药品它有在钥匙法里面有它自己的规定 然后像食品的话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里面也有它自己的规定 所以其实也会要看说你是什么产业 它会有不同的关注的一些法律上面规制的点 那大家从这个流程图里面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以产品责任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在法律上的出发点会跟一般研发的 就是公司营运的角度会不太一样 公司营运的角度可能它会考虑的是在这个不同的阶段 包含它怎么成本分配啊人员的分配啊 它可能关注的点会或许会有更多面向 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会需要去确保说在这个不同的阶段都有符合法律的规定 那这个是先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把刚刚提到的这个ESG跟产品责任的部分 去做一个互相对照的部分来去看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有一些项目 其实是我们会觉得说在ESG里面 它跟产品责任是比较有关系的这些指标跟项目 那么这些指标跟项目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产品研发的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可能我们就会去考虑到说 我们选择怎么样的原物料 那我们的来源它是不是有 比如说也都符合很多环保 或者它是可以降低环境污染的这些方式取得的原物料 那用这个角度来去思考说 我们在整个规划产品的这个制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有去尽到ESG的这些相关的责任 那么接下来就是像是我们在包装的时候 包材啊等等还有我们的废弃物的处理 就是整个产品它在制造的整个流程 它是不是都有去关注到说 我们都有符合ESG它所关心的这些点 那接下来就是包含它上市期间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确保它的产品它是安全的 消费者使用是无余 那这个也是社会责任的一环 那么接下来就是它最后 无论是在整个期间乃至于它退出市场的时候 我们对于消费者是不是退出的时候 有些消费者他或许还有需要使用这些产品 那么我们突然要把它退出市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足够的衔接 跟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是不是充足等等 这些都是就是企业的这些伦理也需要考量的 所以说我相信就是在整个这个阶段 我们在考虑法规以外 我们还要再考虑的就是这些ESG的关怀 那么就是我自己的理解是说 我们法规其实是对企业来说是最低程度的要求 就是你至少要合法合规 但是我们主管机关可能会针对一些法律 它会在前阶段在推行的过程里面 它鼓励企业要去符合 那么像是食品啊或是药品啊 他们在GMP啊GDP啊这些要求 它其实都是会有个渐进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渐进的过程里面 当它还没有它还不是一个一定要去遵守的法律的时候 那么基于ESG相信这个企业它就必须要进一步的 就先去评估说自己未来要去符合这个规定 或者是提前的去配合这些规定 那么我想这就是ESG它的这个本质 它其实是超过法律的要求 它是针对我们的这个企业责任的这个出发点 会在法律以上我们还要自我要求要做到更好 那么这个是它的这个一个需求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举一些例子 然后协助大家去了解它这个关系 在关怀就是说产品责任跟ESG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就去找了一些相关产业的那个 社会企业责任的报告 然后或者是他们的ESG报告来参考 那么就可以看到是说 他们在他们这些领域里面 其实都有他们去做到比法规要求更高的 这个努力的这个方向 那么像我这个是一个食品的例子 它是一间很有名的食品公司 那么在它的报告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它在着重的点会跟产品责任相关的 就是包含像是法规遵循安心饮食 或者是它的物料还有能源管理的这些部分 然后大家就可以从这边去感受到 产品责任跟这个ESG之间的连接 那么我们这边也有提到就是说 在我们的卫福部 它其实前几年它有针对相关的呼声 它其实也有说食品责任业者 他们也应该要把我们这个食品安全 都纳入这个企业社会责任里面 去做他们的永续经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它的报告里面的一些有趣的细节 那像是在它的安心饮食里面 它就可以看到说有很多指标它有列出来 包含就是它的那个食品卫生 它从业人员的管理 然后它采购的这个对象 都是有符合相关国际认可的产品责任的标准 然后它可能会跟产品在制造的过程 可能都会有一些原物料啊 或跟包裁或跟其他第三方去做合作 那它合作的第三方 这些是不是都有符合相关的规定 或者是说有采取更高的标准 那么它相关的这些食品安全的系统啊等等 或者是它的实验室 是不是都有符合相关的验证 那么它在法规遵循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遵循 它的供应商是不是都有 是符合社会标准的情况 它去做筛选 所以从它整个这个流程里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它所关注的这些指标点 那其实都是我们在产品 无论是前期制造 后期这个整个上市 维护它的品质等等的时候 都是会注意到的这些点 那这个都是可以参考到的 那么这边其实有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它的做法 其实它当我们要去符合ESG的需求的时候 它其实它的做到的事情 就会比法规要求的还要高 那今天我相信有些同学可能会知道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台湾的食品 针对儿童的一些含糖啊 含纸的这个成分的食品 其实我们是有管制的 就是我们会限制说给儿童的食品 为了他们的健康 所以我们不希望 主管机关有发布相关的规定 就是不希望说它的那个含糖量那么高 所以是有一个限制的 但是像这一间公司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说 它除了符合法规基本 就是其实我们只要符合相关的 那个什么营养成分的标示就可以 但是它对自己的要求是更高 它希望逐年它的含糖的这个量 是它在产品规划跟设计的时候 它基于它的这个社会责任 它让它研发产品的过程 它就去思考说我要研发什么样 更健康的产品 那么它的含糖量 它就是尽量规划说 尽量的去减少 然后它的 它是不是能够开发到 就是符合所有的年龄层 都需要的这个保健营养食品 那这个我并不是要帮这间公司推销 因为就是 就是我去观察他们的报告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去显示说 一个像这样子的报告 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的去理解说 从产品责任 我们在ESG的关怀上面 我们有哪些方向可以做 这只是一个举例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 就是可以看到说 它的报告 它还有提到说 像我们基本的法规上面的要求 食安的这些风险 产品上市风险 这个本来我们依照法规 我们就要去考虑的 但是它还会去考虑到说 产品健康组合 它要怎么样去做到 什么更低 低饱和脂肪 它没有反式脂肪 低纳低糖 像这样子的产品组合 像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它做的比法规要求更多 它基于它的责任 它去做更多程度的规划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可以让大家参考 那么接下来 我们是举一个药品公司的例子 那么一样就是相关的来源有标示 那在这个公司里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一样在他们的ESG报告下面 也有可以找到一些要素 是跟这个产品责任有关的 像是一样是我圈出来的这些地方 像是产品安全 跟它的这个禁用的药 包含就是它会有一些 去创新一些药品 去解决一些疾病的需求 然后让相关的病患 都能够有禁用这个相关药品 然后它在这边会有一些公司自理的一些原理原则 去确保说可以协助市场上 所需求的这些病患 可以取得相关的药品 然后再来对大家来说 当然是一个非常基本 就是说它要符合安全的高品质药物 那所谓的高品质药物 其实应该就已经算是超过法规的要求 因为法规它当然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但是我们除了法规所要求的品质 还希望更好 那么大家应该有了解 也就是说我们市场上会有不同类型的药品 跟这个医疗器材 虽然说有些产品 他们用的产品的成分是一样的 但是当你用的制程是不一样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确保比如说那个药品 它的这个化学成分 它进到体内之后 它可以使用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达到比较足够的效果 然后还有可以减低它的那个副作用 比如说它会有一些负行剂去让这个比如说它的化学成品可以合成一个定计 那这个就是我相信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说都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就是要更好 比法规要求的还要更好 那么中间关于产品安全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它会想要建构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整个品质管理的过程 就是包含整个它的供应链乃至于它的供应商的管理 到它后面的制造 到它后面制造完之后会出物流跟运输 像是有些药品啊 它必须要储存在一定的温度 或者它一定的湿度的这些环境 这些供应链它都有去确认 乃至于它像是病患真的使用的时候 那我们去做药品的这个安全监视跟回收 那其实针对它这一整套的这个供应的体系 法规都是有要求的 在我们要事法跟它的相关职法里面 其实整套的这个流程都是有规范的 那只是说在ESG下面这个是你一定要做到的 然后还有什么是可以做到更好的 那么这边就是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去看到 因为我觉得这个厂商它针对相关的这个 它整理的蛮好的 就是它从整个药品的生命周期 然后可以看到它右边的这些相关的 不但它包含的是法规的部分 它还包含相关的伦理道德规范 它都把这个相关的不同的阶段的时候 要符合的规则都做了一个说明 那从大家从这边 然后你还可以看到说左边的地方 它还有一些法尊的一些具体的行动 那其实这些具体行动 有一些都不是法规所要求的 例如说我们左边这边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遵守IRPMA赞助款医疗人员的这个参费限额等等的 像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法律的规定 它是一个产业组织的内部的规定 那只有是这个产业组织的会员要符合的 那么像是它建立一个匿名举报热线 这个也不是我们法律强制规定的 乃至于它有一些查核的这个系统 有的也不是法规强制规定 但是它基于它在ESG的这个点 这个关怀点下面可以看到说 它列举了它有一些其他的额外的具体行动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参考 那大家之后在各行各业在做法律布局 乃至于做ESG的规划的时候 这些都是可以参考 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也是跟风险管理有关 那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就是说 它在风险管理的地方 它一样就是有针对这些风险管理的计划 它的相关药品资讯说明 监视计划还有一些评估的管理等等 那这个一样有的是法规有规定的 有的并不是 那它的这个规划其实就可以去体现说 在产品责任这个角度上面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ESG列表 它的不同的关怀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以这个汽车为例 它是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产业 那其实稍后那个我们也会详细的去说明 从不同的产业的角度 其实我们常常那个思考点会不一样 那像我们刚刚讲食品跟药品 它是要吃到肚子里的 它的思考点可能是比较是 像是进到人体之后的一些安全 但是汽车也是一样要维护它的安全性 因为我们在里面 只是说它不是体内的 它比较是在我们身体外部的 那么在这个汽车的这个制造里面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 这间公司它在ESG的这个报告里面 它也是针对永续环境有它的关怀 那么它是对于整个环境的 大家可以从这边圈起来的地方看到说 它会有一些环保的一些作为跟管理 然后一样就是在汽车生产的过程里面 它会有一些要污染管制的部分 然后接着大家都知道说汽车的排放 会影响我们的空气 那所以说在空污的这个管制 它基本上也有一些推广电动车 等等的发展等等 那从这些再生能源管理 绿色供应链的这些关怀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些 其实因为在台湾的我们的法规里面 针对汽车只要你每一台汽车做出来 是符合我们的规定就可以 并没有说你一定要去做电动车 但它有这个推广的计划就可以显示出 它是针对整个环境 它在产品的这个规划的过程里面 就有纳入它的考量 那么例如它这个制程的管理 它在零件啊绿色设计 还有取得节能标章里面 就会变成是说对我们消费者在使用 或者是选购相关的汽车的时候 我们就会了解说它的整个制程 然后我今天开在路上的时候 我对于我们这个汽车 它的这个污染的状况 我们对于这个环境的保护 我们也尽了一份心力 所以像这个就是在 无论是在它产品责任的这个部分 乃至于它跟我们消费者之间的这个互动 对落实这个环保的体现 其实它都是有一个互动的关系 而且都可以互相的去确认的 那这个是它的这个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机制 那一样这边可以看到是说 它当然会符合一些关于空污啊 或者是供应商的这些 它的来源的物料啊 都不会是一些净值使用的物质 但是它同时它也会要符合说 它有符合更多的这些步骤 可以确保相关的这些安全性 以及它的这个产品制造的整个流程 都是有做到我们ESG的要求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进到我们法律布局的部分 首先我们要先来关怀的 就是说产品生命周期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有什么要先了解的 然后再从每一个步骤来去思考说 无论从我们法规端 乃至于到我们ESG的这个诉求的这个部分 我们有哪些可以去思考的点 那谢谢今天各位学员 以及这个可能还有教授啊 还有各位先进来听这场演讲 那我们其实这个标题其实是非常的广的 这个ESG这个概念 那其实我们 其实我跟这个庄业师其实一直在思考说 这个议题我们该怎么样呈现给大家 能够让大家觉得不是这么的高空的来去谈这个概念 那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蛮希望能够让这个学员 以及这个各位先进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能够除了去连接到这个ESG的概念之外 我们还能够比较接地气的去了解 很多我们其实在实务操作过程当中会碰到的问题 那从这个问题当中以及ESG当中 这个最低的这个要求的标准这个法规 从这个这个角度去出发 那大家可以从过程当中去思考 我们要怎么让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产品责任 这个议题能够跟这个ESG上有连结 那假设今天大家是这个 我教蛮多都是这个可能学生 但是可能也有一些是业界的这个先进 所以可能就是可以带动去思考 所以今天反向思考到这个自己公司层面的时候 我们企业可以做点什么事情 让这个永续发展的这个目标 可以朝这个目标前进 那所以我们今天要先带大家看的是 这个产品生命周期的这张图 其实从产品生命周期这个概念 各种的这个不同学习的课程也都会上到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产品生命周期的时候 是从这个利润的角度去出发 也就是说企业他从这个我们要 让这个产品研发开始就可能有导入期 那到这个产品的成长 你知道到这个产品能够逐渐成熟 一直到这个市场上可能 诶 逐渐这个产品已经成熟了到一段期间之后 默默的这个产品可能就是消费者可能不买了 那可能就有这个率退期 那一般来说从这个商业的角度 可能我们会从这个利润角度出发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探讨到这个产品责任的这个议题 那探讨到这个环境啊 社会啊 以及这个公司治理的这个层面的这个 比较大的这个目标的时候 那我们的概念会落在这个产品生命周期当中 是从一个希望从每个产品的 产品的从研发到上市 一直到这个推出市场这个阶段 我们在过程当中可能会碰到哪些议题 然后可以思考的点是什么 那这个其实不外乎确实是在这个 每个阶段都会体现到我们这个产品的责任 那刚刚其实庄律师也跟带给大家一个介绍 是说我们今天虽然主题是这个产品的责任 但事实上我们在讲授到这个议题的时候 比如说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 我们拿到市场上去买了一个这个食品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可能有一些包材 那可能我们这个公司企业对于这个产品 是必须要有这个产品的这个安全 以及这个它的品质的一个要求的控管 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但是就这个包材部分 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到 就是我们包材如果是一个比较 对于环境比较友善的这个材料的物质的时候 其实可能我们也可以体现到的事情 是这个ESG里面的这个环境的这个议题 环境保护 那当然如果事后发生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不见得可能出现在这个 我们企业对于产品的 是这个品质是有问题 可能并不是在这个品质上出的问题 或许是说比如说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说明的这个 可能是我们标示出的问题 那但是事实上品质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时候可能企业有时候是要做一个选择 就是我们到底要跟消费者怎么沟通 那是不是说我们释出某些善意 那或者说能够让消费者 那我们就会说企业愿意承担比较多的这个成本 我们把某些东西回收回来 那我们相对于给这个消费者一个交代 那也能够充分的让这个公司的声誉能够提升 那就在这个公司治理的部分也会有影响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们这几天的这个主题是划分的 但是大家整个可能课程上完之后 会有一个想法是觉得 其实事实上没有这么清楚明确的一个界限 其实可能每一个议题当中 它可能带动的就是ESG这三个议题 就是环境会碰到 那我们的社会责任会碰到 那也有会带动到公司治理的部分 那我们就先来讲讲这个研发阶段的部分 我们研发阶段的部分不外乎就是品质许可跟这个标示 品质部分就是大家应该很清楚 因为它就是这个扣紧的这个产品 我们产品本身 那所以我们对于产品的安全以及品质 本来就必须要控管 那而且甚至是说这个除了法规的这个要求之外 我们可能要对于这个产品原物料的那个控管 要更加的严格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可以透过这个 比较实际的在大家从这个食品相关的那个流程 我们来走一遍 那大家可能会对这个东西比较有点感觉 那许可部分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研发的阶段提呢 许可部分其实大家可以知道说 在我们东西上市之前 这个有一个产业它要做这个产品之前 它可能必须要符合某些规定 也就是说它要拿 它是一种特许行业 那它可能就是这个政府机关要求它要先提交某些文件 符合某些条件之后 那它才能够来做这个行业 那当然这个许可也还有另外一种含义 除了它是特许行业之外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药 药商在卖药的时候 它必须要拿到这个药商的执照 这个执照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我要要求你进到这个行业 这个产业之前 它就必须要有一个资格的条件 那你拿到这个执照之后 你才能够来贩卖或是来制造 那所以我们说这个许可 就在这个阶段必须要拿到 那许可在这个ESG这个议题 我们这个产品责任上的议题 它的概念是什么 因为许可它政府在这个 对于这个特许行业 或者说要求你要取得某些执照 你才能够来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它背后引起来的事情是说 政府对于这样子的行业或这样子的产品 它是高度关注的 它是受到高度管制的一个行业 那这样的产品 比如说像我们的烟酒 那或者说药品 它其实对于这个整个社会的健全跟稳定 以及这个人民的这个健康跟发展 其实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所以其实我们先抛开那些 就是不是特许行业 那也不是需要有特殊执照的 这个产品的情况 我们单独就这种特许的情况下 或者说需要特殊执照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事情是 法规对于它的要求 本来就比一般的产品来得更高 那所以企业要有一个认知 如果我们今天是企业主 那我们是在身为这个企业的这个内部人 我们要思考的事情是 国家对我们的管制都已经是 比相对于其他产品来得高了 那我们要更有一个这个企业的自觉 去了解说 我们的产品为什么管制很高 因为可能影响到的是人体的安全 或者说这个对于这个未成年 可能就是他们的健康 为了要保重他们的健康 比如说烟跟酒 可能这个息息相关的是 我们希望这个未成年 不要碰触到这一类的东西 那像这样呢 我们可能企业自觉 要比这个来得更高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议题上 我觉得可以思考是说 我们待会会带大家去知道说 法规的要求是什么 但是同时间呢 就是我觉得可以 给大家一个感觉是说 那其实就某些行业 真的它是有个特许的必要 那如果我是身为这个行业的 这个企业主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要 就这个方面来更努力 因为我就是被特定为 你是必须要要求 管制更多的这个行业 那我们就要做更多的事情 更多的行为来去达成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 那在标示的部分呢 当然我们在标示部分 大家可以想的是说 产品在进到市场上的时候 我们随手在外面买的食品啊 或者说甚至是这个电子产品 它上面都会有某些标示 那这个标示呢 其实是比如说国内制造的 当然没有话说 但是如果是这个 从国外输入的这个产品哦 它其实在进到市场之前 它就必须要标嘛 那它有一些做法是说 我们了解到的是说 国外厂商可能有一些 他们就在国外先把这个 繁体中文的这个 要求符合当地法规的这个 先标好 那我们再送进来 那有一种状况是说 就是这些产品 它到这个海关的时候 它其实还没有标 那它可能就会在保税仓库去 先留在保税仓库 那就做贴标这个动作 那让它在上市之前 确保这个消费者 拿到手上的时候 都是一个 可能这个东西 是不能够轻易撕除的 这个不能够轻易拿掉 那所以到它手上的时候 消费者拿到的时候 它这个标示上是清楚 可以看见说 这个产品的内容物是什么 那包含了哪些东西 甚至是警语告诉你说 要求怎么使用这个产品 那能够让这个产品 能够最好的使用 然后不会造成你相关的危险 那这个标示为什么 这个议题在这个ESG也是重要的 大家可以想象到 我们以前在买这个食品的时候 很小很小时候 可能到那个小商店去 它可能不见得上面 有这么多的这个食品的标示 但随着这个食安这个议题 越来越重视之后 这个法规是要求越来越严谨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里面 它要求这个食品 以及食品添加物 它都必须要做一些标示 那这些标示呢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到 这食品添加物 我们可能有一时候 也有时候买到的这个 这个产品上面 可能会有这个写的这个香料 然后这个甜味剂 甚至是这个着色剂 比如说它可能东西 原本没有办法是这个颜色 但它上了一些某些颜色 但这些是合法的化学物质 可以被人体使用的 可是你可以想想像 今天身为一个比如说父母 或身为一个注重健康的人 今天当这个时代就这个产品标示的 这个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个感觉是说 过去你不知道 你就把它吃到身体里面去了 那但是消费者如果在知情的情况下 你知道这个东西有这个 里面含了蛮多这种 可能不是那么健康的这个加工 加工物质在里面的时候 那当你是可以知道的 比如说你可以透过这个食品的标示 就是知道内化到你的这个视觉的时候 那你其实会有一个感觉是 这个东西你会挑选 当一个东西有添加 一个东西没有添加的时候 有时候如果你是 比如说你可能不这么追求这个味觉 那么没有一定要很好吃 那你可能就会选择这种 就是添加物比较少的 那这个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体现是什么 就是标示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企业可以做到一个最低的标准 那当然就是让消费者大众可以知道 那但是如果还有一件事情是 今天比如说我们食品在这个 加工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加工的助剂 就比如说这个瓶额醇啊 然后乙酸移植等等的东西 这些东西它不见得会造到 这个制造过程完之后 它还会残留 所以其实依照法规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 它这个这种加工助剂 它是不需要标示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做法是 今天当我是企业的时候 为了要让消费大众知道说 这个东西有可能确实最后可能会存留 虽然它不是我原本预期要存留在这个食品里面的东西 因为它跟我食品要达到的功能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法规上并不要求我来去标示 那但是我为了要让消费者知道 我在制造过程当中 我其实还是做了哪些东西 比如说我放了这个加工助剂 以便让这个东西可以合成 那或者是说能够加工到最后成为我一个最终的产品 那我可能就额外在这个最低要求 这个包装食品 这个营养标示的 这个银遵循事项的 我比这个银遵循事项 标示的更多 让消费大众可以知道我在里面到底放了些什么 那这个时候就会是企业交给这个消费者的一个选择 就是我选择告诉你所有的事实 那你也可以选择要不要就是来购买我的产品 那这个是我觉得可能蛮多企业可以思考 能不能够做得到 因为它确实会某种程度是影响了我们的收益 因为可能消费者知道你东西添加多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一个心理的感觉是觉得 一方面觉得你很诚实 但可能另外一方面会选择不吃这样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ESG议题下一个蛮难去选择的是对企业来说 它往往增加了成本 但是其实也在声誉就是这个企业的公司的稳定 对于这个消费大众的这个信赖程度是提高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交换来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ESG这个议题在企业的经营的过程当中 不是说一定要求我们要做 但是我们在做的选择的时候 其实是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就是一个交换来的 好那这个是在研发阶段的部分有蛮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也像刚刚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包材啊等等的 环境友善的这个材料的议题 那所以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讲题 所以我们就不就这个部分来多涉略 上市期间呢 其实刚刚这个庄律师也有提到 我们其实有包括这个制造啊行销 那甚至是说我们这个广告跟这个相关的这个价钱的部分 其实都在这个上市过程当中会面临到的 那这个不外乎 这个比如说可能会有这个公平法 或是说烟啊酒啊 或者是药品他的广告就限制就蛮多的 那在这种广告的议题下 就是待会我们也会带大家看一些实例哦 就是这个广告议题 我们自己是觉得包括行销广告以及标示 我们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意义是教育 就我们在教育这个消费大众 或者是说教育这个民众 比如说正确的用药知识 那正确的这个对于食品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就会知道什么东西该吃 什么东西不该吃 因为我们自己会做选择 那在药品的部分当然药品广告是相对来的严格的 药品的本身就是我们广告是要许可的 但是有一种状况是这个卫教广告 或者是说卫教的资讯 它并不是要许可 但是它的目的是很重要的 它是对于药商来说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卫教的资讯 就是为了教育大众就是用药的概念 那这个在我们产品责任会体现到的是说 它可以确保这个健康 以及这个人口的风险的控管 因为这个部分可以让这个消费大众的 对于这个相关的产品的意识提高 那它当然也增加了在这个 这个整个社会责任体系下的一个这个机会 就是社会机会 也就是说它可能让这个消费大众 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于药品更能够认识 对于这个食品的内容物 我们更能够清楚 比如说这家公司有标 另外一家公司没有标 但是它们是同类的产品 那是不是说我们会去质疑另外一家公司 可能它只是没有把它清楚呈现了这个消费大众 所以我们会质疑 所以可能这个部分会让这个消费者做一个选择 那可能会增加了这个健康跟营养的机会 那也是 其实广告跟促销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方面是我在吸引这个消费者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是让这个消费者有一个选择 所以它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就是社会的机会 就是让这个跟这个消费者做一个沟通 就是我传达一个讯息给你 那让你来选择你要不要来购买 所以其实为什么在这个上次的这个期间呢 我们我们谈到这个广告的议题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价钱的部分那不外乎就是可能跟公平法有息息相关 那我们这个公平法这个部分呢 其实虽然说不完全的涵盖在我们今天产品责任的议题里面 它可能是涵盖在我们这个往后几天 可能会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可能反垄断的相关的议题的这个讲题 那但是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个企业整个经营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上市的期间 我们价格的管控其实可能会细诸于你到底是 比如说你可能是个这个独占的企业 或者是说你可能这个相关的这个结合申报要不要做 那或者说你今天有没有跟其他企业做一个联合的行为来去涨价 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个这个产品的责任当中也要体现的事情 是说公平的这个竞争是不是我们也需要去去符合 那这个部分呢 这个今天的议题可能不会那么的着重 但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这个状况 那上市期间呢会碰到一个蛮大众的情况 是说这个产品的召回 产品召回可能不外乎是什么 就是我为了要去 这个产品可能会后来发现 当初我制造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风险存在 但是我后续呢 在这个消费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或是我们今天收到了这个相关的通报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有这样的情况的存在 就是有对于人体有危害 那所以可能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召回的动作 这个呢除了这个法规的要求之外 这个要求你说这个今天在国内可能发生了具体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做召回 但往往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其实在法律工作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蛮多公司 他们是要求自己更高的标准 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意外是发生在国外 但是呢其实这个商品的相关的检验 他其实是不要求你要在这个时候做通报 因为你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国外的 那但是呢这个对于这个厂商企业来说 他有很高的认知 他知道他的产品 虽然说当初并不是他开发有这个意愿说 让这个风险是存在的 但他事后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会希望他的全球的消费大众 购买他产品的这个消费者 都是能够非常安全来使用这个产品 所以我们往往碰到的情况是说 我们会跟这个经济部的这个商品检验局 来去做沟通 就是虽然说我们的不符合 这个相关的法规议所要求要通报 那并且说要提供一些矫正的措施 就是要怎么样做改建 让这个产品是安全的 但是呢我们自愿要来做这件事情 那可能我们就会跟这个商品检验局来去沟通说 可不可以帮我们刊登像这样的资讯 让我们的这个 虽然说意外发生在国外 但是产品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提供给消费者 比如说有一些配件 能够让他们可以去做一些改正 那这样这个风险可以透过消费者 自己去把这个 拿到这个我们提供给他们的配件 然后来去做一些改正 让这个危险是不存在的 像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在这个召回的体现就是非常大 因为要不你就要回收嘛 那要不就是你可能要选择公告 那可能这个成本是真的是会提高 因为我们要做一些因应措施那甚至回收等于你 你过去所赚的钱 你可能要还给消费者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议题是蛮有趣 它就是一个产品责任的体现 但是也是就是各个层面都都需要考量的 消费这段部分 我们待会我会比较有一个章节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它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品质 那一个是这个广告 品质部分我觉得不外乎就是跟今天的产品责任有关系 但是广告的部分我觉得可能 某种程度上会跟这个公司治理的这个商业伦理商业道德会比较有关系 因为它是公司的这个名誉名声的这个稳固提高的这个层面来去讨论这个议题 那退出市场的部分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 这是我们在这个产品的维系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希望就是产品能够有它具有它的品质 所以可能是我们在退出市场之前 我们还是会希望有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是说我们要不要秩序提供 那比如说可能一个产品它从过去从第一代到一百代 那难道我们要一直不断不断的提供这个第一代 这个比如说一些相关的技术支援吗 这个对企业来说确实是从现实面上可能做不到 因为它已经发展到一百代了 那你不可能要求它从第一代就开始 我从这个一百年后我还是继续提供它某些服务 这可能做不到 但是我们在企业这个经营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让我们在退出市场的时候 可能消费者的感受会好一些 在公司治理层面会有 那但是这个相对以来说它也是影响到我们产品责任 这个产品安全跟品质维系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事后产售后的这个服务的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退让 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决定 那但是我们至少要告知消费者某些讯息 然后让他可以就我们这个要退出市场来做一些因应 所以总而言之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议题当中 我们是希望这个企业让自己是对自己是负责的 也就是它要符合这个法律最低层面的这个标准 但是它同时也要对这个消费者 也是这个社会来去负责 也就是说它要达到这个ESG这个永续发展的这个议题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今天 在这个议题整个的最开始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产品生命周期的部分 刚刚是跟大家从整个比较概览的角度去做说明 但是接下来我们可能会为了要让大家比较容易想象 然后比较有具体的了解 所以我们会从不同的产业去举一些例子 让大家参考 那么我们接下来其实会有六个产业的面向 然后就其实就是产品的角度 然后协助大家去思考 那么因为刚好这几个业务的领域也是我们两位 就是我跟陈律师 我们在业务上面我们自己比较常碰到的产品项目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说 在不同的产业它可能又会有哪些不同的要求 那我希望同学们在就是参与我们这个分享的时候 大家的这个脑 就是可以一直回去想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流程 就是生命周期的流程 因为在不同的产业 其实一样就是会有这个从上市前的规划 上市中间的维护 跟你要退出的时候的思考 那当然不同的产业 它的那个产品的性质是不同 有不同的这个管制的角度 但是大家一样可以从刚刚那个流程去思考 那无论是法规的角度要怎么样做到最低限度的合规 乃至于每一个流程 在不同的产业 我们怎么样去思考说 在它的这个每一个步骤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有这个ESG的思考 那大家等一下在我们分享不同产业的规范的时候 把刚刚那个流程去放在脑中一起跟我们思考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说明的这个产业 那主要是食品药品 然后汽车烟品 酒品跟电子产品 那这几个因为是我们比较常使用的 常常遇到的被询问的领域 所以我们用这个当例子 那么最后我们可能也会放比较多的解释 是放在食品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说食品是最贴近大家的生活 那么不管是同学们未来会走什么样的行业 或者是说是什么样的背景 未来可能都会投入不同领域的产业 所以我们还是有这些不同产业的让大家分享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在一个课程的角度 去做思考联想 或是大家去想象整个流程的时候 可能比较贴近生活的食品是比较好进入的 所以我们之后比较多会去从这个部分去说明 但是其他的领域我们也可以让大家 比如说拿起手上的手机 你去想想自己去想想说整个它的流程 从法规面从这个社会责任面 我们有哪一些是可以去规划的 接下来就请陈律师在接下来跟我们分享 那刚刚跟大家带了一个比较大的议题 就大家从刚开始才听到的都是这个比较全面性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就这个各个产业来去跟大家就是分享 那当然说是说 大家想看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行业只要换了一个产业 就是大家为什么这些 比如说可能我们不同的这个 比如说法律背景的 那我们可能这个法务或许会在不同的这个产业跳来跳去 但是其实你一旦进到的某一些产业 其实你可能会轮转的就是同一家同一个性质产业的公司 那你一旦要换到另外一个产业 其实那是非常头大 因为你一旦换到了 比如说从假设我举个例子 从药业换到这个烟 或者是换到这个酒的这个公司 其实你要面临这个法规就完全都不一样了 所以其实我们换个产业 我们就要换个脑袋来思考 那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就每一个产业 都给大家从头到尾的这个带大家思考过 可是我们会把一些重点跟大家分享 因为也希望说今天除了这个ESG的议题之外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能了解到一些这个 实物上的操作的事情 或者说法律上的知识 带一点点回去 就是虽然说它不见得跟这个ESG是完全紧紧相扣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课程也蛮好 就是透过这个我们今天在讲产品的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也把一些知识分享给大家 那大家或许在不久之后可能要直接进到社会来 来去从事各种行业 那可能会有一个感觉 对于这个法律相关的这个 换了个行业 那我们可能要思考事情是什么 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影响 那换个行业换个脑袋呢 我们要换什么 就是今天我们要进到一个行业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知道你要最低符合的标准是什么 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产业跟我们服务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举个例子哦 今天在这个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之下 我们知道这个食案议题是越来越重要的 所以呢 不论你是做食品或卖食品 甚至你是运送食品 那你可能都要受到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范 那他规范你什么呢 他就会说呢 这个你从事这些行业呢 那他觉得你就是这个所谓的食品业者 那你就要到这个这个卫福部的这个网络上去做这个食品业者的登录 那我们现在就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哦 如果今天我们是在这个运送这个这个食品 我们运送的内容就是食品 那有个情况是我们运送我们自家的食品 那另外一个情况是说我们运送的是别人家的产品 也就是我专门做物流 我跟各个通路去配合 跟各个公司去配合 那负责把他们产品呢 就是从他们公司送到的那个通路去 那这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下 我们全部都要登录为这个食品业者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在经济部的这个要求之下 就是这个我如果今天不是配送我们自家产品 我是真的我的职业 我的行业我是专门在做物流 我在配送别人家的食品的时候 是可能会有一些车辆 那这些部分呢 就是我们会在依照这个交通部的规定 我们要在这个所在地的公路接理机关 去做一个取得这个许可 就是什么许可 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汽车或运业的许可 所以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今天我如果是送自家产品的时候 我可能只要这个经济部登记为这个 我可能有相关的这个这个登记的项目 比如说我可能是这个贩卖的食品的 那我在这个这个卫生福利部食品业务管理署的这个网站上 我只要登录为我是这个食品业者就好 那我甚至可能就是我有运送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食品的时候 我可能甚至我多起一举我可能再登录为这个食品物流业 但是今天我如果是专门从事这个物流 我就是在帮别人运送别人家的产品的时候 我甚至今天就要到这个所在地的公路接理机关 去取得一个许可 那再到这个经济部商业务市去登记为这个汽车货运业 那甚至呢 它其实还有这个比如说最低资本额的限制 那我觉得这个这些很有趣的事情是说 反映到刚刚这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这个议题 今天如果我是被这个主管机关要求比较多的条件 比如说我可能登记为这个 当然形式上是登记为这个最低资本额的这个要求 它可能是一个形式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反个角度去思考说 因为我被要求的比较高 那可能我当初在这个设立公司的时候 我其实就有一定的资本 那甚至我可能下面就有多少车辆 那一旦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故 那我可能要对这个消费者去负责 或对这个相关的人去负责的时候 我可能就有比较多的资产 比较多的资历 这个是不是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可能政府并不要求你说 这个成立其他行业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资历的要求 但是可能成立某些行业的时候可能会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反向来思考说 今天我们在产品与这个品质的这个 这个产品责任的维护的时候 因为我是特许行业 相对来说因为我当初被管制了很多 那至少从这个形式上的条件来说 我可能比较容易对这个消费者 会容易对民众负责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在这个 我们社会责任下的一个议题 也可以来体现的 那再来呢就是涉及的行为部分 为什么重要 以这个进口制造跟贩卖来说 其实待会我们会在这个九根烟的议题 来跟大家说明说为什么这个重要 你涉及的行为呢 它今天如果是制造或进口 那我可能就是一个特许的行业 但是我可能甚至这个 在贩卖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政府已经管过了 东西进来的时候我知道进了什么 那国内在制造的时候我知道制造什么 那来源不外乎就是制造来的 或者是说输入进来的嘛 所以它今天可能在这个批发跟这个零售的时候 它可能就不管制了 这个是在这个行为部分 可能就是这个企业必须要知道的 那当然顺带带到一个观念 就是一个企业它在进口输入这些产品的时候 它可能不见得是为了要贩卖 它可能某些时候呢 比如说它可能是为了要自用 或者说它可能为了要去研 只是为了要研发它这个Prototype 产品的原型 它可能还不成熟 但它至少东西必须要进到台湾的实验室 它才能够继续做 有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会必须要进口 那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说 这个今天可能要办一个展览 那东西就必须要输入到国内 那这个进口的目的呢 它可能真的完全并不是为了要贩卖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在比如说依照这个商品检验法的规定 原先我们东西进到产品国内的时候 它可能依照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这个规定 它是必须要来去做检验 那检验完之后甚至说 你可能要在这个产品上做一个贴标的 贴这个字号的这个动作 那但是如果今天它是非自由的情况下 它可能就会有一些某一些 能够让它免验不用验了 那这个免验可能依照这个商品免验办法 它有些东西进来 它是为了非贩卖的目的 那这个企业可能为了进这个东西之后呢 它可能就是在一定的价格 比如说一千元美金以下 同一张报单下 那它可能就可能不用做这些事情 不用去送检验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们在呃 待在一个行业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必须要思考的事情是 可能我们今天是法务 那我们可能接到其他这个商业部门的单位的来的要求说 我们今天要进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可能要怎么处理 那你哪些东西要要合规 可能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法务 可能就必须要思考这件事情是 我们要了解到底要做些什么 那那涉及的这个产品的内容是什么 甚至是我们提供的是服务 那又是什么 那主管机关当然也重要 因为比如说 你的上级机关是谁 比如说以这个药品来说 我们的这个重要主管机关是这个 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 但是对于地方来说 以台北市来说 那我们就会是这个台北市的卫生局 所以你说我们这个相关的文件要递到哪里 重不重要 很重要啊 那谁会发给你这个 这个譬如说财阀 这个行政处分会有谁发给你 这个也很重要 那就是涉及到这个主管机关这个层面 好 那我们接下来先跟大家讲的事情是说 食品药品跟汽车是三个部分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全部都带大家从头到尾 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带一些观念 以食品来说 我们一般的食品可能 这个主管机关并不会要求你说 每一样包装食品的 它的营养标示的这个应遵循事项 上面所标示的内容 要不要先审核 这个不用 因为一般它是一般的食品 但是呢 比如说我们像这个今天提到这个特殊营养食品 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为了给婴儿使用的 比如说婴儿配方食品 那或者说这个特殊疾病的这个病人 那他可能会有一些营养品 那这些呢 这个政府机关就会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是重要的 因为他不是随便吃进去 因为这个婴儿是我们国家未来主人王嘛 那我们当然我们也是啦 那这个特殊疾病的这个患者 他可能他的需求会跟一般人不一样 所以他在这个食品的这个议题下 他特别挑了比如说可能营养食 特殊营养食品 他会要求你说必须要经过查验登记 以及许可你才可以做贩卖 甚至说他的那个就是他的产品上面标示哪些东西 这个也要跟这个他们申请许可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那有任何变更他可能都必须要跟这个主管机关再重新沟通 那所以这个东西是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明 那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还管什么 除了上面这个食品啊 特殊营养食品 以及这个我们制造食品这个机械 以及这个食品的包装包裁的部分 还有这个我们会洗 拿来洗这个食具 就是这个餐盘的这个洗洁剂之外呢 我们还会管到什么 比如说我又举个例子 就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事情是说 今天如果有一些洗碗洗碗的那个洗洁剂 但是有没有情况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开始使用这个洗碗机 那我们如果真的研发了一个 只是为了要去这个洗这个洗碗机的清洁剂 它算不算是我们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里面的规定 的这个食品用的洗洁剂 那我们经过沟通之后 我们以后可能会变更 但是至少我们现在了解是这个洗 清洗这个洗碗机本身的洗剂 它就不会是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下所谓的这个食品用的洗洁剂 那这个这个就带到我们一个一二十局的议题 今天我如果是生产这个 专门为了去洗这个洗碗机本身的这个洗洁剂的厂商 我们是不是不受这个这个相关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 相关的标示的规定 那或者说甚至有一些要求 那我们可不可以思考现在是说 我们今天如果是生产这样清洗这个洗碗机本身洗洁剂的公司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给自己一个更多的要求 去标示更多的东西让消费得清楚的知道 我们其实可能东西存在的可能稍微 细部来说会有哪些风险 或是我的东西的成分要不要标的跟食品一样 就是我要求我自己要跟食品一样重要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思考的 那再来的呢就是这个药品跟这个医疗器材 其实药品跟医疗器材要讲起来真的是有太多东西可以分享了 就是药商必须要要这个药商的执照 那你这个药品要贩卖药品要有这个药品的许可证 那可能这个东西上市到这个市面上之后呢 这个可能东西涉及到一些风险的问题 可能我们必须要召回 那甚至说它有广告可能要取得许可 那这个甚至说有些取得许可的 比如说像这个非处方药 它可能就即便取得许可 它还不能够随便让公众知道 因为它只能够登在这个医疗期刊 学术期刊上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论及到这个药品的议题 有太多东西可以想要跟大家分享 但实在是时间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只是带给大家一个想法是说 所谓的药品在过去这个药室法 它其实分为这个药品跟医疗器材 那只是说因为这个 最近这个医疗器材管理法通过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原本在药室法里面的这个医疗器材 整个纳到这个医疗器材的这个管理法里面来去 来去管理 所以呢它现在是分两部法律 但是过去其实就是药室法主要在管 那药品的这个相关的执法还是太多了 那这个这个部分我们 到后我们会有一个议题是跟大家这个谈论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广告等等的问题 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汽车的部分呢就是只是给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汽车大家都知道是公路法 那或者说这个交通部在管的 那但是呢它旗下其实为了要让这个汽车能够安全上路 它其实要做这个安全的审验 大家不是这个汽车进来之后 它就可以直接卖直接上路都没有 那我们还是要经过这个安全审验 那安全审验呢是哪个机关在管 这个是这个财团法人车辆安全审验中心 它是一个跟这个交通部配合非常密切的 这个一个中心一个外部的中心 那这个中心呢它其实 比如说包括国产车进口车 他们都管 那他们的这个技术的含量非常的高 因为大家可能去看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车辆的那个规范的要求啊 如果我们不是这个专门从事这个机械行业的人 实在是完全看不懂他在做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行行业业 他们不管是这个管理的这个层面 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这个规范 其实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细致 那再来呢就是烟瓶和酒瓶的部分呢 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说许可是这个高度管制的行业吗 那对于这个民众来说 对于这个企业本身来说 他就要知道有个企业的自我警觉是 我们的行业是被高度管制的 那我要做的应该就要比法规要求的更多 那比如说我们进口这个烟啊酒 那或者说这个国产的制造的这个烟酒 它其实都是一个特许的行业 那我们就要跟这个财政部的国库署去拿这个许可 拿了许可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做设立登记哦 那但是呢这个酒的批发零售跟烟的批发零售呢 它就不需要这个特别去取的一个许可 它可能只要这个相关的这个经济部的这个商业司登记的这个营业项目 可能是这个比如说ZZ9999这样子的比较广泛的这个一个登记项目 它其实就可以来做这个批发跟零售了 那这个音品的跟酒品的制造呢 它其实虽然说它可以去做这个分装 比如说把酒品从一个大桶去做分装 把烟从一个大的包装去做一个分到小包装 它虽然说理论上它都是这个制造业 它也都需要取的许可 但是可能要再带到一个观念是说 今天它如果是在制造业 但它需要做这个分装跟销售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跟原厂去拿一个这个原厂的授权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今天A厂商是品牌商 那我希望呢国内有一个这个分装 制造上帮我做分装的动作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能政府机关就会要求这个帮你分装的这个人 出示你这个品牌商的这个原厂的授权 那为了就是让这个它能够 政府机关能够诚诚的去管制 确保说你的东西真的是有来源可循的 那有一个问题其实也蛮有趣 就是我们我现在在这个简报上显现的这个未变性酒精 我们刚刚说这个进口烟酒 或是说国产的这个烟酒 它其实都是这个特许行业 但是这个批发跟零售不会是嘛 它只要可能经济部商业登记 可能这个ZD9999它就可以做 可是这个未变性酒精它就比较特别 未变性酒精呢 它在这个烟酒管理法的定义 它是说超过90%的这个酒精成分 那它就是这个所谓的未变性酒精 未变性酒精的制度又要管理的比较高 为什么 就是财政部国务署他会要求说 今天这个酒品的烟瓶 一般酒品烟瓶瓶的零售跟批发 我虽然不要求你要取得许可 但是未变性酒精的贩售 我是需要你来取得许可的 那主要原因我觉得可能不外乎就是这个未变性酒精 因为它超过90% 它容易带起带到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风险跟危险 因为它成分高达90% 所以你在申请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提一些计划书 所以站在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 今天我如果要贩卖的是这个未变性酒精 那我可能在除了这个提交计划书里面的内容之外 我可能要做到的事情是说 因为涉及到我的员工会怎么样去储存它 那会不会就是你的储存的方式 会不会导致说这个会有一些危害 比如说导致一些火灾的情形 那可能你在这个社会责任的部分 里面因为我们社会责任强调的是这个人的面向 比如说可能我们内部的员工 那可能对外是客户 那那个还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可能要怎么样去跟这个社会做沟通 所以可能就是这个未变性酒精它的贩卖 为什么要变成取得一个许可 除了取得许可之外 这个企业提供给这个财政部部署的计划书之外 我们内部要做的事情可能就变成说我们内部的这个厂区的管理 以及人员的管理我们要变得更严格 就是为了要确保我们这个员工不会因为就是我们来 我们的这个产业就是这个未变性酒精的贩卖 结果为了要卖这个产品导致这个这个 我们自己的员工可能会有因为这样可能火灾造成了危害死亡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层次也是一个可以考量的内容 那再来呢我们再讲到的是这个电子产品的部分 那电子产品部分我只是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电子产品它其实要非常区分它的这个功能跟性质是什么 而决定说它到底要表示哪些东西受到哪些主管机关的规范 比如说我们以电子产品来说 以这个就是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来说 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因实检验产品的的要求 今天一个东西会受到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规范 那必须要送审到这个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它就必须要是因实检验商品 什么叫因实检验商品呢 就是举凡你身上的这个布料衣服 那甚至说小朋友玩的玩具 那是推车啊然后我会说文具啊等等 其实你没有想到的事情 其实可能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它都有在关 那我们的电子产品呢 其实就是划分在这个因实检验商品里面 那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电子类产品它都管 那这个电机产品呢跟电子产品的差别 大概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电冰箱或电风扇 这种比较大型可能就是这个电机类的产品 那因实检验商品里面所谓的电子类产品呢 可能比较小 那可能是我们这个充电器啊等等 这种情况下是这个因实检验商品 那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呢 之所以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提 因为有时候一个产品它可能不受这个 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规范 但是呢它它可能也不受这个我们在回会讲到的这个NCC 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会的这个规范 那它可能就是单独的就是它可能就是依照这个商品标示法来去做标示就好 但是呢它今天如果是这个因实检验商品 它除了是必须要去跟那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去送审去取得检验的这个相关的字号之外呢 它标示也要依照这个商品检验法里面的相关标示的规定去做标示 那再来呢如果今天这个电子产品呢 它涉及到什么电波或是什么频率 这个对人体有没有危害是有的 而且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非安 就是非航安全 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就是这个产品会受到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管理 它其实是比如说像这个电信管制射频器材 也就是我在这个画面上给大家看到的 这些是例子 比如我们常看到的我们自己的手机 那或者说这个Wi-Fi的分享器 或者说这个网络的机上盒 甚至是说这个有线电话的 它会分主副机的时候 它一定是当中是传播的一些频率 那你才能够做两个主副机来做沟通 所以其实这个NCC的观念很简单 它为什么要管这些产品 因为它就是有电波有频率 那除了会影响就是每个企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有线电视 无线电视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议题 就是说我们的频道 那就是要设在几几几频道等等 它其实都是跟这个频率跟这个有影响的 那跟我们生活会更相关的事情 是这个电信管制射频器材 电信管制射频器材 因为它有电波那有频率 那所以受到这个国家通知传播文会的管制 那它有一些要求 就除了你要这个形式的认证之外 那它有会要求你说 通过这个形式认证之后 你可能就必须要在上面去 标示哪些东西 那比如说你打开你的 假设你今天是Apple手机 那你可能打开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设定的部分 设定的部分 里面就会有一个这个法律的规范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个电信的规范 你就会看到说 它拿到了哪个字号 那上面会有NCC的logo 像这样子 那在这个我们ESG的角度来说 其实你就可以想到说 今天我们的产品 如果是跟这个电波跟这个频率相关的 是不是我们要更着重这件事情 因为它除了一般的这个 会影响到这个可能通讯的沟通 合法通讯沟通之外呢 它可能会影响到人体的安全 因为有电波 所以可能对我们自己来说 就是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更高点的目标 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电波 对于人体影响能够越少越好 好 那今天呢 这是我们就这个 刚刚的这个产品多元部分 跟大家做介绍 那再来的部分呢 是我们要讲的规范的部分 我想在进到下一个段落之前 我先把刚刚的东西 先做一个小小的回顾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了 这些整个产品周期 然后还有不同的产品 它我们会想要专注去考量的事情是不同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退回来一步想 因为我觉得同学们很多是 法证的这个专场的同学 那么未来可能会进到不同的产业 那么在进到产业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可以协助我们的企业做什么 那么我们今天是公司的一员 那从我们刚刚的这个分享来讲 首先就是当你进到了这个产业之后 你可能要先了解自己的产业 所属的法规 那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其实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 因为我们常常在被不同产业的客户 询问各种问题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 法下面有好多执法 执法下面有好多函事 然后其实针对这些不同的函事 或者是不同的执法 它的解释又有很多不同的空间 常常都要很密切的去跟主管机关去沟通了解 你才能够更了解这个法规的意涵 所以其实并不是像大家在念书的阶段看到书本上写的是这样 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真的是进到工作之后 就是有很多的再教育的过程 那么大家可以去思考今天你进到了产业 首先你要先了解的就是跟这个产业所有息息相关的法规 那回头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个流程 就是从产品一开始在规划 一直到你进到市场会遇到的各种形形色色问题 来自于你退出 那么你要先知道这整个法规的基本的架构 你可能会处理的问题之后 你再进一步的去思考说 我们今天是做法务工作的同事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可以去协助公司 那首先我们刚刚有看到其中不同公司 他们在那个社会企业责任的那个相关的报告里面 法规遵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基本盘 就是要先把法规遵循这个地方做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透过公司的不同流程 因为这边也是要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一些实物操作上面的问题 就是我们常常都知道有这些规定 但是公司很大很多部门 那在落实到每一个步骤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会落掉 比如说有些行业它的那个 就是业务人员是需要去登陆的 然后上后再换了承办人的时候 就忘记去登陆了等等 这是常常我们实物上会遇到的问题 那么当我们再去思考说 我基本的规定是这样 为什么透过公司的制度设计 去协助公司去符合法规遵循 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 针对产品的不同阶段 在符合产品的这个基本的规范之上 我们要如何的去协助公司去规划 它要符合ESG的时候的一些进一步的需求 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汽车它其实有各种类型的汽车 你不一定要是电动汽车 但是在不同的汽车它的产品设计跟规划上面 如果是我们要如何符合台湾的法规之上 有哪些我们还可以做到更好 我们协助公司去做规划 那么在协助规划的时候 除了这个我们也会 当然我们是 我推测同学可能比较多是法务工作 所以有可能它针对整个生产线前端或后端上下游的关系 大家可能不一定会有那么密切的接触 但是就是在成本上面的这些 大家可能也不一定会涉及这么多 但是整个流程里面 如果我们去协助整个产业 它在做里面的规划的时候 或许大家在比如说跟上下游合约的签署 然后或者是说有时候会针对合作的厂商 做Due Diligence的这个规范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把这个ESG的要素放进来 就是说我们在针对跟上下游的合作的时候 去勾计它是不是这些厂商也有符合ESG 然后它给我们的这些原料等等 它是不是都有符合ESG 然后像我们刚刚分析的这种不同产业类别 它的这些原物料等等 是不是都有符合相关的要求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刚刚分享的 这个细部的产业的要求的一个基本的地方 大家就可以去思考说 是不是我们身为一个法律布局的角度 我们怎么样的去协助公司去做相关的规划跟布局 那我想我们可能先在这个地方休息 稍作休息 然后我们再回来讲我们第三个部分之后的地方 那我们这边就先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 然后我们稍后回来再针对规范跟食物的一些细节 还有它怎么跟我们ESG的这个发想去做整合 来跟大家做其他的说明 谢谢